外國感覺上比較寬容 香港人看董督少 就好像是…我可以叫判官 你不要笑,好笑甚麼 給錢進來看看這些東西 不用錢也不看,很多這些 首先,一開始進入這行業 有多少這些說話才能聽到嗎 對我來說,一開始 觀眾會很緊張 而且有時候會像你這樣 我看王子華,很厲害 但多數都是緊張居多 因為我第一次來,不知道形式是怎樣 原來是西架的場合,他們會很緊張 我們要做甚麼呢 例如我很多時候都是主持 我要做的就是大家放鬆點 我們想跟你一起玩 這是一個派對 聽很多地獄笑話 是一個很冒犯道德高的類型 你們會否覺得香港的限制很大 對我來說,永遠的道德 都是在自己身上 當然普遍、普世都會有道德標準 但很多人… 一個人可能很高,一個人可能很低 每個人都不同 然後地區也可能不同 但到最後,我覺得 你自己認同的笑話 就像剛剛所說 說笑話是否有機會是假的 是有機會是假的 但我說的那些點 是我真心地相信的 我說完之後,我就會站著 這就是我覺得是對的點 所以道德到最後還是要過得到自己 喜劇演員Chris Rock 擔任第94屆 OCCA頒獎嘉賓期間 因為拿Will Smith太太的光頭來開玩笑 結果令Will Smith生氣得上台 挖對方的一巴掌 場面真是一度尷尬得不得了 他的舉動引來兩派爭論 還成為一時熱話 我一定會留意 因為我本身是Chris Rock的支持者 我經常都看過甚麼特別 我會看見他那件事 然後我會了解一下 究竟他為何上去打 他說了甚麼笑話 那件事是否很小 或者他們背後… 因為其實有些人會攻擊他 他說這個笑話真的很壞 但他上台時 他只不過是一個笑話 所以兩邊都有他們本身的原因 我也會明白 對我來說,我沒有覺得對還是錯 但反而我是Chris Rock的話 我就會知道 我是否覺得上台時 我繼續說這件事 所以到最後一定是向自己探索 就是我覺得是否正確 但你會看到的分別 每一個人的價值不同了 他覺得Will Smith想掌握他 是正常的,是否他這樣笑 他當然不對 但我這樣說就像在支持暴力 對 我會覺得別人的老婆就掌握你 我這樣就很害怕 對嗎?別人以為你戴肚 說你胖 這樣又掌握了 關鍵了嗎 對 MM730,語論潮 今晚7時半,ViuTV